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最近中国女排已经结束了在荷兰进行的市井赛的阵程 最终是取得了八强的成绩 和之前上半年四联赛的成绩是持平的 在这次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球迷对这次的争战 说实在的还是有一些遗憾 毕竟中国女排在郎平的巅峰时期 我们曾经一度问底世界冠军 多次残联冠军 所以说实在这次只能够拿到第八的成绩 连一些稍微强的球队都打不够的话 确确实实也是很难的,令人满意的 当然值得关注的是 这次我们虽然说输掉比赛 但是比赛结束之后 有一个老将的超好表现 还是获得了两大官媒的一个报道采访 以及去点赞和支持 那么这次也从中能够看得出来 这次老将的精神真的感动了很多人 那么这一次蔡斌在整体的用人安排方面 没有给到这个老将更多的一个表现时间 也证明他这次的一个用人方式 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争议 所以接下来想和各位球迷具体来分享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中国女排的球迷看到 谢谢各位 从目前来看在中国女排诉求过去了48小时 两天之后左右呢 我们看到首先是央视这边的进行的一篇 非常大范围的一个报道 标题呢是用丁霞作为一个名字来起标题 也就是丁霞久违了 那么在这一次的一个标题文章里面呢 他们也是重点提到了这一次啊 丁霞对中国女排的一个整体贡献 尤其在这一次面对意大利女排之所以在第三盘 能够逆风翻盘呢 主要也是丁霞的功劳 当时在第三局我们可以看到了丁霞是得到上场之后呢 在场上组织进攻中国队这边呢 士气如虹并且多点开花 整体的进攻节奏呢也是逐渐的恢复 那么后续王云露通过篮网发球和扣球呢 连续得分 导致意大利这边呢失误不断 不断的卡伦 其中呢我们中国女排也是大比分25比13呢 拿下了这一盘也确确实实是酣畅淋漓的一场 非常难得的胜利 所以说在这其中啊 丁霞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么帮助中国女排呢 是让意大利女排这边打得措手不及 所以这次啊央视认为呢 真的是看到了一个久违的带刀二传丁霞 那么看到了他这样的老将精神呢 带领带给中国女排的一个重大的改变 而除了央视这边盛赞丁霞之外 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新华社这边针对蔡斌那个采访当中 也重点提到了丁霞呢 对于我们局面的一个改善作用 当时蔡斌也表示呢 丁霞在第二节之后上场呢 其实得到了更多的一些时间和机会 也打乱了对方那个节奏 让我们这边呢取得了先机 也证明了我们在这么多场比赛 得到总结下来的一些经验呢 确实应验了 我们逐渐找到了克制对方的办法 所以从这两大官媒的一个报道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呢 这次丁霞整体的一个发挥作用呢 确实得到了肯定 只可惜啊 这一次的话对于蔡斌而言呢 没有能够再对战意大利女排比赛 让丁霞更早上场给他更多的一个时间 可惜最终呢还是输掉了比赛 对这也是很多球迷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有一些一难平的地方 有些球迷啊也设想说 如果蔡斌能够在比赛一开始 就把更多的时间给到丁霞这边的话 会不会整个局面就不一样了呢 毕竟在前面两盘我们大比分输掉比赛 其实大局已去 即便在第三盘能够拿下胜利 但是还是很难打败对方 如果在第一节第二节呢 那么丁霞就能够首发登场的话 那么这场比赛或许确实有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但很可惜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 我们呢有再多的一个假想 也确实是没有用的 对蔡斌来说啊 接下来的话可能在整体的用人方面呢 真的应该好好去思考一下 怎么样有一些更加大胆的尝试和变化 当然这一次的话 作为我们最优秀的一个主攻手林营 这一次呢 没有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夸赞和点赞的话 也确确实实呢 也是一个挺可惜的一个地方 后续对于李盈盈来说啊 还需要继续努力 期待他有朝日日 能够像蔡斌手术那样呢 成长为像朱婷一样的世界级主攻手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